黑心安装师傅不会告诉你的事情 不想被黑心师傅坑 请耐心看完 点赞 收藏 黑心马桶安装师傅 一定不会告诉你 马桶下水管和瓷砖之间的缝隙 要用水不漏把缝隙给堵上 我如果说了 今天这马桶就装不了了 我更不会告诉你 这种黑色的马桶法兰圈容易老化 污水会漏出来 如果我说了 你很有可能会让我送你一个好的 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给你装上吧 等到它老化了 你也找不到我了 黑心的橱柜师傅 一定不会告诉你 在板材切割的地方 要用收边条封边 如果我说了 你肯定要我做 还可能因为这点小事不结尾款 我还是不说得好 等到橱柜受潮发霉时 你都不会知道是没有封边造成的 黑心的吊顶师傅 一定不会告诉你 在通风管的孔上没有装纸逆罚 我知道你没买 我要是说了 还要等你去买回来 今天这吊顶又不用装了 我就不说 然后就把软管扔在上面 反正你又看不见 等到入住后 你发现洗澡换风 卫生间有异味 甚至有小鸟在上面扎窝时 一切都为时已晚 黑心油烟机安装师傅 一定不会告诉你油烟机的支架 要用能升降的 等到你安装好吊柜时 发现油烟机有很大的缝隙 橱柜师傅告诉你 要装能升降的支架才行 你再让我更换 我还能再收一次安装费 美滋滋啊 别别别别别别乱了 可不可以